中秋的时候一般会干什么呢 一般可能一般都在工作 一般 那你小时候对于中秋节有什么回应 小时候确实是会特意会 就是跟家人在一起 看看月亮啊 或者做吃吃饭 或者吃吃月饼 什么赏月啊 什么都会有 那你心路中的月饼界 CV担当是什么口味呢 枣尼 那有没有说绝对不能接受的那种口味 目前还没碰到 你有什么特别的口味吗 就比如说什么 黑胡椒牛柳味那样 黑胡椒牛柳 那这确实感觉 还是肉的 我就真的是觉得有点奇怪了吧 那奇怪的话会想尝试吗 还是不接受的 并不想尝试 那如果说你可以自己创的一个口味的话 你会想看到什么口味的月饼 我可能 没有什么想创的口味吧 我想还是找你 还是找你 如果可以的话 最想给家人们做一做什么样的团圆饭 我觉得什么样的团圆饭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自己用心去做了 甭管好吃不好吃 反正我就觉得 心意比较重要嘛 那如果不受外界的因素影响的话 你有想过说想带家人去哪里旅行吗 想其实我近期特别想 把祖国的大号和山给走一圈 这真的我真的是近期很想干这事 有没有想到第一站想去哪里旅行吗 就没有说想去哪儿 其实就是比如说从西安出发 那就先往西北那边走呗 然后就这么绕一圈 那接下来你最怕看到什么样的团圆 不怕啊 我为什么要害怕看朋友圈呢 人家发朋友圈你还怕 怕你看见啥 你没有 自己中秋会发什么朋友圈呢 我不仅是中秋不发朋友圈 我是从来不发朋友圈 中秋有什么祝福想送给粉丝的 中秋的祝福肯定是希望大家 在家的好好陪父母 不在家的回家陪陪父母 陪陪家人 你反正要不是就把我当成这个傻子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 要不然就是有诈 要是把我当傻子的话 那就是有五个吃了仨的剩俩 但是有诈的话 就可能就不知道了 你说他有五个月饼 过一站就吃一块 那你不是帮我当傻子吗 你觉得有什么站 可能 你这铁是不是不让吃东西啊 最后变成聪明的人了 但是你这个问题就有问题啊 因为你说他过一站他就吃一块 那他过了三站那不就吃了三块吗 你不严谨 严谨在这儿 假如他过一站就吃一块 那你刚才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呀 我跟你说 到时候我肯定会看剪辑的 你这别在这儿扯 假如每过一站他就能吃一块 那你不是帮我当傻子吗 帮我当傻子 第二轮就更简单了 你这么聪明 中秋的月亮值多少钱 16元 太聪明了 因为15的月亮 16元 怎么样 对这两道题有什么感想 没啥感想 感想说我真聪明 感想是 嘿嘿嘿 我不说我真聪明哦 鸡蛋 解决 为了 诶 诶 塑 诶 相 诶 温 诶 感谢观看